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估计只有她本人知道 但是从另外一点也可以证明 这个所谓的沈嘉欣是根本不存在的 当初造用女明星的资料和身份 估计是影响力太小 没有人有那个闲功夫去拆穿她 现如今事情闹大了 这些假资料 自然是经不起推敲了 其实网上为了走红 碰瓷明星明人的事情 真可以说是多如牛毛 只不过由于维权很难 即便打官司胜利 还不够费时费力的 最后也不过是道歉认错了事 所以名人们一番对这样的事情都置之不理 就如果前段时间发生的月云鹏私生女事情一样 闹了近一个月 最后造谣者只不过是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道歉声明 就了事了 而对于沈嘉兴来说 她本来的目的估计也就是如此 想吸纳碰瓷钟南山院士 最后走个道歉认错的路 不仅人气有了 流量有了 而且代价非常低 说不定经过这件事 还真能把自己打造成网络名人 何公知代表呢 只不过钟南山院士可不是你一个蹭热度的网友所能够造谣的 现在沈嘉兴不仅被扒皮 而且微博还被封禁 好不容易积攒的人气灰飞烟灭 更是连所谓的明星身份 都是假的沈嘉兴的这波操作 可以说是得不偿失啊 嗯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